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?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整日抱着手机,微博,头条,抖音刷到不能再刷,每隔不了半小时要看一次朋友圈,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,周末只想宅在家里吃垃圾食品看无聊的电视,偶尔还会,为与自己无关紧要的新闻事件,在网络上与他人争得面红耳赤。 他们秉持做人就要及时行了,享受当下,可当然散称了习惯,不自律成了生活的常态,他们却越来越痛苦,越来越讨厌这样的自己,他们也经常是言代代说要改变,可通常用不了几天,生活又一切照旧,他们缺少自律,灵异自律可以成为一种习惯。 一个朋友对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,他有个表弟,比他小两岁,上初中的时候,表弟父母忙于生意,没心也没时间照顾他,为了方便联系,就给表弟买了部手机。 从此表弟就陷入游戏世界一发不可收拾,其实,表弟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算可以,大多数时候都能排进班上陷六宁。 只是迷恋上游戏之后,经常玩游戏到半夜,成绩一落千丈,上课昏昏欲睡,表弟终于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,过了一段时间,表弟似乎像变了一个人。 四年之后,表弟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,他由衷的感慨,幸好自己能及时回头,没有毁在不自律上。 有一回,我很好奇,问他,当年老师跟你说了什么?表弟说,老师当年跟他谈话内容早忘记了,但是老师让他跟着做的一个动作。 记忆犹新,老师让他紧握拳头,不断重复着说一句话,干剩自己,干剩自己,干剩自己,你能做到吗? 能。 就这句话,让他在每次想玩游戏内心蠢蠢欲动的时候,犹如一盆凉水泼下,马上安静镇定下来。 其实,只要你咬牙挺住一段时间,就会发现,自律可以成为一种习惯。 零二,每一个放纵自己的人,都是输给了自己。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话题,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? 最高的答案是,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。 王小波说,人一切的痛苦,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,而自律,恰恰是解决人生痛苦的根本途径。 零三看看李嘉诚,无论几点睡觉,清晨五点五十九分一起,然后读新闻,打一个半小时高二福,去办公室工作,一气呵成,年年一生。 乔布斯,更不用说,年轻时就开始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九点前把一天工作做完,自律的像个瑞士钟表。 中国企业家明星,雷军,更是持续性劳默,但他还总是一山望着那山高。 一次,他去访问韩国三星集团,谈及首尔高峰期堵车,三星几个副总裁都很默然,表示无感。 追问后才得知,这几个副总裁几十年来,都是早上六点到公司,晚上十点回家,经常见识首尔的夜景,这罕见首尔的熙熙攘攘,雷军也被雷了,感慨道,真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。 所以,这个世界可怕的是什么?比你优秀的人,比你更勤奋更自律。 那么,这个世界最可怕又是什么? 这些优秀而勤奋的人,还总觉得对自己下手太轻,刺激勤奋的级别太低。 零次,也许你会质疑,说那些大人物,之所以勤奋,是因为在那位置上,是不得已的事。 但是,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,正是因为他们自觉而持续的侵犯,才能将他们送到那个位置上。 所以,如果你身在职场,人为言轻,家境平平,那么持续性的自律和侵犯,就是你不多的出路之一。 我们过去和现在,因自律而治过的苦,都是为将来的自由,而奠定的后实基础。 正如李宗盛在志强心里有一句话,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步都算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